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的商业插画系列讲座 我们这节课分成24个小节来一起探讨商业插画的一些基础知识 希望如果大家没有这样的插画基础的话 咱们这个课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好的帮助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第一节 这一节主要是三个主题 就是商业插画的概述 然后插画的起源 跟中国插画的发展过程 到底什么是插画 用我自己的话说 就是插画只要是对现有的一些文字进行一些说明 这样起到一个说明作用的这样的图画 就是绘画或者是图表 对吧 它都可以称之为插画 就是一种视觉形式的呈现 把比较枯燥难懂或者是比较有趣的这样的文字 转化成一种视觉符号 这样的它就成为一种插画 当然这个插画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调宣传文章的意义 引造视觉效果 或者将这个文字转化成视觉化的一种造型表现 这个是比较当下的一种比较规范的一种说法 究竟它的一个定义 就是咱们自己理解的话 就是把文字转化成视觉 这个就是其实就已经是插画了 但是在十几年前编撰词海里面对插画的解释 可能会更为局限一些 他说在书刊里的图画 就是印在正文中间有插页的方式 这个就是比较片面 因为它还是停留在一个书本上 是吧 一个书籍上的这样一个作为它的插图的形式出现的 其实现在插画它更多的应用在 比如说地产广告 互联网 H5页面 是吧 包括订阅号 里面太多了 所以说现在的插画已经突破了这种纸质的美节 而走向更多元化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 当然现在的插画 它的视觉化的东西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比如说像左边的这样一张比较有趣好玩一点的 中间这个比较深邃一点的 包括右边这个装饰性比较强一些的 其实各种各样的内容现在都可以称作为插画 插画的定义 就是许多人画插画 现在就是对插画定义就是越来越模糊了 尤其它在和艺术的对比上 比如说它在绘画上 是吧 是插画跟绘画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什么 就可能之前的绘画它局限性比较小 一方面是说绘画 如果你画画的话 你只能把版画展出书 对吧 然后卖画这样的一种形式 但现在的插画可能比它的范围会更广泛一些 你不仅可以画自己的画 然后办案画展 然后出书 或者是做一个比较比较牛的畅销书的一个作家 而且还可以应用在很多商业的领域 比如说商业插画 商业插图 然后它的一些广告 海报 这些都可以去用 所以说现在的插画 它不仅仅是一个就像绘画一样的基础学科 它已经成为一个很受大众欢迎的一个应用学科 所以说现在的插画 它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学习思考跟一些研究性的一些东西 希望大家能够比较好的对插画有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定义 现在的插画是一种艺术形式 那它现在是有哪一些就是类型 咱们可以举一下例子 比如说像现在的数码插画 就在电脑上画的 比如说针管笔插画 就是在纸本上 然后进行一根笔 是吧 它就可以画 包括彩线插画 油画现在可以成为插画 只要是你能表现出来 现在所具备的这样的一个文字 这样的一个视觉化的东西 它就可以成为插画 一些表现形式会比比如说传统的 只要是毛笔啊 是吧 一些铅笔啊 画的可能更具有表现力一些 这样的作品 咱们都可以在日后的学习里面能够更好的去应用它 插画的起源 也可以说是艺术的起源 最早的可以把它追溯到几千年以前 或者上上万年以前的 欧洲的旧时期时代晚期的壁画 就是阿尔塔米拉洞穴的壁画 这个是为公认当时最早的一个绘画遗存 洞穴插洞穴壁画 它最主要的用途就是 其实还是一个巫术的作用 就当时人们生产力比较低下 然后人与自然 然后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然后都在一个洞穴里面 比较深的洞穴里面 进行这样的一个 在墙上比如说画一头牛 对吧 像现在展示的这样 然后要给它插一个毛 或者是插一个什么样的剑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比较 比较这个诅咒这个牛 或者是祈祷人 是吧 不要受伤 这个是最早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它也可以认为是 比较有意义性的一个绘画表现 它并不单纯的说只为了好看 它其实就有更多的功能性 帮助人们生产 中国插画的发展过程 咱们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唐朝 当时是金刚经 或者是尼罗 就是陀罗尼金咒语图 这个是咱们最早的 这个公认的版画插画 在中国四千年以前 新时代时期就已经开始有 比如说陶陶器 硅甲跟青铜器 上面已经开始有了比较 比较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纹理 它的作用就是更多的 比如说祈祷祭祀 是吧 这可能也是一个对于自然的一个慰藉 它这上面都是一些水的一些图案 到汉代的时候 比如说有画像石画像砖 这个都是富人才会 就是有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形式 在自己家的地板 是吧 当时都是石头做的 或者是硬土做的 在上面经刻了图 在自己的房梁上都会有这样的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 比较有地位性的 或身份性的这样一种象征 在2500年前的战国时期 已经有了薄画 当时没有尺 在薄上进行一些绘画 当时这些绘画也比较简单 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祭祀跟祈福 到了唐代的时候 已经开始有了比较 已经开始有了尺了 然后金刚经跟陀罗尼金咒 这个当时做的这样的一个 印刷的这种书籍 当时这个图 到了后面就开始有金刚经 这个是金刚经 然后这是复原土 这是比较早的这样的 大规模印刷的一种产品 到了宋代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最早的广告印刷的食物 这个比欧洲也要早好几百年 当时这个铜 这是一个铜上面刻着一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广告 对吧 这个就可以最早的认为这个小兔子它就是一个插画 而且有比较好的这样宣传作用 能够大规模的印在纸上或者是其他上面进行宣传 在宋代的时候已经处已经就是比做的已经比较好 就有这样的一个关于工具是吧 跟农具的这样的一种介绍 也都是这种插画类型的 比如说这种中医 包括当时的戏剧 还有就是宋代的农书 当时已经有了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对比 黑白对比 是吧 已经开始有了形象感 或者它的一种装饰性 而不单纯的只是描摹这个物体的本身 它会有更多的有趣的 或者是比较有意义的这样的一种思考 然后在明清时期的话 就开始大规模的出现这样的印刷制品 差点逐渐走向繁荣 当时印刷厂或者说是应用中心就是出版社 现在特别多 大家为了竞争 然后这样给大家能有更多这样图的展示 是吧 竞争激烈一些 然后就开始大规模使用插画 包括宋代的天宫开悟 然后明代的水浒传 这是这鲁梯侠传打镇观西 已经为妙为孝了 做的已经非常好 包括清代的这样的木刻 然后清代的红楼梦 已经栩栩如生 明国的插画 找是比如说一些火彩盒 这样都会运用一些 然后在上海 在上海 也就是明国一二十年间 这种月份牌插画 当时非常的流行 比较著名的有胡博翔 朱木桥 他们的插画大家也可以往搜一下 当时这样的话 在普通人眼里的话 基本画一张 基本可以抵 普通工人十年的工资都有了 所以说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大家对月份牌这样的插画已经就是特别的追求 与之对比的就是解放区的木刻 主要宣传这种革命 比较早期的像 像这位古元老师 他就是咱们版画 中国版画的先驱 当时做了很多关于这样的版画插画这样的尝试 包括就是在49年建国以后 逐渐被这种黑板报 小说配图 联合画 革命宣传画所代替 已经达到了政治宣传画的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有很多这样的图 大家都见的比较多 在80年代的时候 就随着电脑科技的普及 已经开始有很多人用电脑进行绘画 所以当时的绘画给大家打开了一个新的窗户 像90年代已经开始有一些电脑绘画 然后包括小学书 这些都是在90年代 从日本这种漫画已经很流行 然后传到中国 影响了很多 影响了一代人 在2000年以后 电脑绘画已经成了一个主流的趋势 已经各种运用到插画里面 这个是我自己平常画的一些小画 也都是用电脑绘制的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不等 画一些自己的小感受 所以插画它更多的是能给大家找到一个抒发情感的窗口 包括现在插画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形式 你可以画成各种清新的 是吧 然后包括这种国画类型的 还包括这种速写本类型的 对吧 然后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然后能给自己找到更多去抒发自己情感的途径 儿童绘画 或者这种电脑绘图 各种各样的类型 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风格 然后更多的去学习它 或者临摹它 能够在自己的这个绘画的路上越走越远 这节课咱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